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计时器之一 龟表 正午时分 表影投射到龟面上 阳光穿过影符上的小孔 将精确地指示出隐藏的刻度 古人借此来测定节气 推算历法 用我们古观像台的这架龟表 通过测量会发现 春分的这个表的影子 长度是六尺六寸六分 春秋分是冬至和夏至的时间终点 冬至时候的影长是最长的 长度达到了一丈五尺九寸 而夏至的时候影长最短 是两尺三寸长 叫做一寸光阴 时间是永远买不回来了 早在先秦时期 古人就根据归表上日影的长短 来量化时间 确认二十四节气 古人最先确认冬至与夏至 评分后得到四十 在评分确认八节 每节三等分确认了二十四起 其中分为十二个中气和十二个节气 现代统称为二十四节气 到了现代 天文学从空间上将黄道划分二十四段 太阳每移动十五度为一个节气 这就是我们北京古观象台的一件国宝 清代的天体仪 这个节气很有关系 这上面这个线条叫做黄道 而这条线条叫做赤道 太阳在黄道上向前移动 当它来到跟赤道相交的这一点的时候 就是春分的时间了 五点二十四分 对五点二十四分 太阳运动到这一点 代表春分到来了 所以春分是一个时间 它不光是一个日期 确切地说春分在天文上是一个时间点 春分这个时刻 它直射在了地球的赤道上 使得地球从时间上讲 昼夜在这一时刻 被正好平分成各半 春分是暖的衣食 民间也流传着送春牛 吃春菜等不少习俗 但是春分为什么要立蛋呢 其实四季立蛋都可以立 但是春分立蛋 体现中国人的一种 人顺天使的观念 这个季节的气息是调和的 要是人跟自然和谐的表现